接下來有這題 如果有m和n都是常數 令到x二次再加mx再加n 恆等於x加4乘x減m 再加6 那問你n等於什麼 我們又是代數令到m消失 這題你看到m在這裡又出現 在這裡又出現 我們好像就不可以直接令到m消失 那就不要緊 我們就做幾次 令到數起碼好一點 例如我們可以把x代表0 如果你代表x是0 你就會有0的二次 再加m乘0 即是0 左邊剩下n 右邊有0加4 即是4 再乘以0減m 即是負m 再加6 所以第一步你會有n等於負4m 再加6 另一個 好了我們再代數 例如我們把x代表x代表1 代表1也可以 例如你代表1的時候 你就會有1 再加m 再加n 就等於5乘以1減m 再加6 所以你就會有1加m加n 就等於5-5m 再加6 排好一點 那你就會有n等於 4 sorry 5加6就是11 11再減1就是10 所以就是10-6m 哦 n又等於他 n又等於他 那就是兩個一樣 所以你會有-4m加6 是等於10-6m 所以就有2m等於4 那m等於2 但是留意一下 今天我們不是找m 我們是找n 所以就代入 所以就有m等於10-6乘以2 所以就算到就是-2 所以答案就會是boi 那透過代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處理的運算 有一點都不是容易的 那但是呢 如果好像以前的題目的話 那就有機會 可以給你一兩步就做到了 就是這樣